Fans追星的行為 別以為是現代社會的福利 其實古代都有 甚至可能更加瘋狂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二汶益 講起Fans追星的行為 很多時都越愛越瘋狂 譬如有些人為了聽一場演唱會 不惜坐飛機飛去外國 可能這也是少 嚴重一點的 甚至會跟蹤自己的偶像 影響到別人生活 但其實古代同樣都有追星的文化 先來講一下魏晉南北朝的情況 話說當時有位美男子叫做偉戒 沒錯 無論是古代四大美男子也好 十大美男子也好 這個偉戒都一定會上榜 還有他不只是英俊 琴其書畫也樣樣精通 所以偉戒無論去到哪裡 都會引來不少的Fans圍觀 而他的家族也不簡單 因為偉戒的舅父 正正就是朝廷的武將王濟 這個王濟 單飛的時候 都算是英俊一名 也不失為一個英雄人物 只不過 當他一同偉戒站在一起 連他自己 都覺得自己奇醜無比 立刻比下去 偉戒因為美貌而顯赤於當世 也都因為美貌而造成他生活的困擾 甚至最後連命都沒有 做什麼這麼嚴重 事關這位美男子 本來就看藥多病 加上每天都要應付大量Fans的需求 結果就積怒成質 沒多久還死了 才只有一個二十七歲仔 真是可惜 每個人說多或少都會發覺明星夢 可能是因為 羨慕別人多姿多彩的生活 又或者羨慕別人 好像很容易 就可以得到很多掌聲和關注 但其實成命的背後 有很多代價 可能是你和我 承擔不起 好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古代追星的情況